上一世我娶了首富独女 兄长却不顾家里反对 任性地选择了大学教授 三个月不到 他就忍受不了平淡的生活 但大学教授却身陷情网 坚决不离婚 兄长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果后 为了获得他想要的生活 做了见不得光的公共情人 辗转于不同女人之间为人唾弃 而我凭借首富独女丈夫的身份 亮相各种高端局 活成了兄长梦想的样子 兄长妒忌成魔 抱着我一起摔下天台 一睁眼回到了相亲晚宴那天 就该娶首富独女 我长鼠口气 轻贵平淡又书心的日子 他不相马 兄长搂住首富独女的肩膀时 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 前世父母举办了一场相亲晚宴 目的就是给我们兄弟俩 选择最优质的结婚对象 以助家族更上层楼 父母给兄长确定的目标 是首富独女五少语 但是被偏爱过头的兄长却任性 弟妃要娶他的大学老师 何以水 爸妈没有爱情 我一天也活不了 再说我是哥哥 应该让这弟弟首富独女 就给弟弟吧 结果都一样 重生一世他选择了首富独女后 高傲地凑向我道 我是生龙命 就该娶首富独女 父母见到兄长的选择 高兴得见牙不见眼 这一世兄长只顾着 向首富献殷勤 早把他带过来的何以水 望在了脑后 何以水孤冷地站在角落 秀美金贵 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 眼中只有首富五家的父母 飘得都忘了何世 虽不如五家风光 但也是百年商界世家 何以水虽不是商界 却是何家的大房之女 我走向何以水 向他伸出手 你好 何教授我是韩又欣 商界都知道 韩家男子的重好 所生的孩子都相貌出众 双商超 绝是让人艳羡的 别人家的孩子 且基因强大 无论索取女子 是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都能一代刷新其家族 容貌基因 我数败们的孩子 已成人能主事的 无论男女 都是一时之选 还在校读书的 则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对于商界人士来说 最看重的就是后代子孙 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能称起一个家族三代人 因此韩家男子 很炙手可热 商界大佬 都把韩家男 定为最好的女婿人选 也因此一穷二白的韩家 竟也凭借好重男的优势 在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和兄长是双胞胎 兄长阳光开朗 嘴甜 情商高 横桃有钱有势 第书败 何堂兄弟们喜欢 我则沉静 温敦不善言辞 喜欢安静地坐在一旁 在父母眼中 就是木讷 情商低 我们出生时 天空惊现生龙之像 高人一算说 此子为生龙命 能助家族一飞冲天 话音刚落兄长 就咕咕坠的 十分钟后 我才跟着出事 我家本就只中生男 这次生了一对 其中一个还是生龙命 父母直呼天助寒室 从此被认为 拥有生龙命的兄长 被父母捧上了天 生龙男的名声 也传遍商界 而我则无甚存在感 从小到大 父母不能说对我不好 只能说 一切以兄长为中心 任何事都是他优先 前世父母 为我们兄弟办的 相亲晚宴 由于兄长生龙命的 名声极大 商界出了和事 有试婚子女的 商界大佬都踊跃参加 这种场合 虽是以我们兄弟名一般的 但我知道 我根本没有选择权 兄长任性地 选择了合一水后 父母就让我 娶了首富独女 我们的命运 本该如我们出生时的 生龙之像一般 他要灿如娇阳 我得循规蹈矩 谁知兄长 娶了合一水不到三个月 就厌倦了 平淡无波的生活 他自小到大 最爱高端商务局 喜欢被人追捧 和生活在闪光灯下 他娶合一水 是被他主耳不群的气质 博文多时的才情 和秀美出臣的相貌所吸引 想要享受征服的快感 兄长一直以为 合家是商业世家 娶了合一水后 肯定不会缺少各种高端局 他的生活会一如往常 谁知 合一水与家中关系 并不密切 而且完全不设商界 只知道教书与研究 合一水的身体还不好 饮食方面需要非常注意 兄长才发现 他真的只能 用于教授老公的角色 整天无所事事 与想象的生活 相去十万八千里 爱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短短几个月 他就受不了了 要求离婚 但合一水是个固执的人 且在兄长两三个月的 柔情密意公事之下 深陷勤网坚决不离婚 兄长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要求离婚无果后 跑回家找父母 找韩家那些 有钱有势的数败们 帮忙离婚 可是连我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何家是底蕴很厚重的 百年商业世家 曾为华夏国解放事业 立下不朽功勋 商业触角 遍布各主要行业 我们韩家不过 就是个坠绪之家 在何家面前 就是个哈基米 根本不够乔 最重要的是 韩家正在借助何家之事 进行一个 可改变家族命运的项目 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此时兄长与何一水离婚 无疑是 再绝我家的生存之根本 父母再如何宠爱兄长 也约不过整个家族的命运 兄长回家后 闹得鸡飞狗跳 甚至闹到了何氏老宅 何家算是通勤达理 敬劝的何一水同意离婚 这个消息传到了我家 父亲却抬手 给了信冲冲的兄长 一记耳光 韩又阳 何一水是你要死要活取的 我警告你 我们韩家哪天不更上层楼 你就不能离婚 否则我就让韩家封杀你 你什么都不是 已被生活挫磨过的兄长 害怕了 他知道他要的生活 需要依靠 韩家及韩家的殷亲们 如果现在 主持韩家的父亲封杀他 他就真的什么也得不到 但从小被捧在手心的兄长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他不知是为了报复父亲 还是为了获得他想要的生活 竟然选择做了公共情人 谁给的钱多 谁就可以品尝生龙男的滋味 辗转于不同女人之间 为人唾弃剑步的光 而我凭借首富独女夫婿的身份 高调亮相各种高端举火 为年度商业精英 他带着我出席颁奖典礼 兄长知道后 竟缠磨着他的现任情人 也进入了典礼现场 他偷偷摸摸找到我 非要拉我到僻静的地方去说话 我看着面前 早已失去往日神采 因纵欲而十分显老的兄长心下 不经唏嘘 一边和他往天抬走 一边想他本来的生活轻贵平静 不用面对大家族繁杂的应酬 而何家底蕴身后通情达理 何教授优秀漂亮且深爱和尊重兄长 他为什么让自己过成这个样子 武少羽连何以水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武家 却不成想兄长已对我极度沉默 明明他是生龙命 他才应该是这种高端商务局中 挥斥方球的主角 兄长在怨恨与极度之下 竟然抱住我一同 从高高的天台上摔了下去 再睁眼他就迫不及待地 选择了首富独女武少羽 那么我就要去争取我梦寐以求 的轻贵平淡又舒心的日子 我握住何以水 有些冰凉的手 顺势搂住他肩膀 把他带出了那个阴暗的角落 给未寒的他披露我的外套 他抬头看我眼光微闪 我盯着他的眼睛 温柔地道 饿了吧 去吃些东西 我把他带到了我最喜欢的角落 这里很隐秘 但灯光温暖柔和 冷气吹不到很适合合一水 我微微不好的他 拿了热牛奶 粥软乎的面点和清淡的小菜 正当他要吃饭时 一个机翘的声音 打破了这份隐秘 泽泽 真是和大小姐清高如你 也来争扎生龙男 可惜你即便是又阳带来的又怎么样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 现在他是我的 说着武少语就像拍他的狗般 拍了拍兄长的脸 挑衅地看着和一水 被如此对待的兄长好似无事 轻力而露骨地搂着一如前世 般跋扈的首富独女吴少语 和一水是商界富二代们 最大的心理阴影 当武少语们还在叛逆时 天才少女的他 已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基因课题奖项 现在他已是Top1的A大的教授 也是哈佛大学等 常青藤名校的客座教授 和一水是武少语拍马都追不上的人 在本次辞境中 竟赢了和一水 武少语少不了要出口恶气 兄长转过头 就在武少语的红唇上硬下一吻 然后贴着武少语的脸盯着和一水 逆着嗓子到宝贝这个书呆子的脸蛋身材 还有一品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而且他又转过头像对武少语而语 但声音却大到所有人都能听到 一点情趣都没有 只要长眼的都不会选他哈哈 兄长明显是带着前世的怨气 我站起身来挡在和一水前歌过分了 兄长完全不掩饰仇恨的眼睛盯向了我 怎么想捡我的破烂 不过书呆子和木头 倒也合适兄长用力拍向我的脸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 我是捡破烂的你又算什么 我毫不退缩地盯着他 谁还没有前世 兄长看我眼神不善 想到了什么有点耸地搂着 还要叫嚣的武少语离开了 我看着兄长的背影哼 武少语的好你以后会慢慢体会到的 如此情形下 我先送和一水回了家 一路无话当车停到和一水的单元楼前时 和一水突然开口为什么帮我 我说喜欢你 你信吗我边拉手杀边转头道 和一水的眼光明显暗了 不再说话打开车门就下了车 我忙下车拉住了和一水 叽叽道我今天不确定人选 明天我父母就会把我塞到 任何对我家族有利的人家 我这样的坠绪 根本没得选 但你是我唯一想选的 和一水转过头 仍然一脸冷漠 为什么是我 我盯着他的眼 诚恳的道我不喜欢公愁交错 勾心斗角的生活 而你不设商界想来想去 在这个圈子中 只有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 另外你喜欢哥哥也应该 应该能喜欢我 我和他是双胞胎我 和一斌突然打断我的话 你好像很了解我 我和哥哥是同学 我也上过你的课 怎么会 我好像没见过你和一水 微眯下眼道 太阳出现的地方 哪里能看得到星星 我自嘲得到 微低了下头后又抬起 眼睛中起了博雾 我继续说服工作和教授我会 不能拈花惹草 不能轻易离婚 这是和我结婚的基本条件 和一水又打断了我的话 什么我意识没有反应过来 他又接着到 我工作很忙家务 什么都不会做 身体也不太好我 我看着他一张一盒稀动的唇 忍不住用嘴封住了他的话 触感微温柔软 有淡淡的薄荷香 让人不忍离开 但我浅尝折指 而他秀美的信和 眼中闪着动人的光 我用手挡住他的眼 不怕我来照顾你 我比兄长晚十天举行的婚礼 以娶为名 以嫁为时 我和兄长都离开了家 繁琐的婚礼仪式结束后 我和何一水 来到了他在A大附近的住所 我们是在半陌生的情况下结的婚 虽说前世结过婚 但滋味 不说也罢 何一水真的很除 当我们坐在 铺满玫瑰花瓣的大床上时 他只会脸红 生活总要进行下去 还是我来吧 把他转向我 我用手抬起他一直低着的头 温柔浅犬 你不是生物学家吗 难道没有好奇心 他果然抬起了眼 问道对什么有好奇心 我经不住在他脸唇上 辗转了一番厚道 不都说韩家男子的重好 你难道没想过要研究研究吗 聪明如他反应过来后 眼睛中闪着特别想研究的光 扑向了我 月光如沙 笼罩着正在如火如荼的 进行研究工作的我们 张爱玲说 通往女人心灵最短的通道是爱 改变命运之旅从此开始 柔情密意的几天后 何一水恢复了正常生活 他去上班了 他不在家我也不能闲着 坐在桌前认真规划我的未来 我们韩家在商界氏族的眼中 就是个笑话 打个合适的比喻 就是古代扬州兽马之家 人家培养女性娇艳贱货 而我家是男的 还比不上的是 人家是购买女孩 而我家舍出的是亲生的 前世五少语敢那样对我 不就因我是摆在货架上的物品 被人买去了 只能任由买家处置 我不想再被人如猪狗般对待 我更不想让我的孩子 再重复我的命运 既然想逆天改命 那就搏一搏我信我命有我 我记得前世何一水 看兄长无所事事 想让他做他助手 兄长抱怨说何一水小瞧他 为此他们两人 爆发了第一次冲突 我和兄长的大学专业 是工商管理 但我们经常会去 听外专业的课 比如何一水的 兄长的目的是结交富二代 选择结婚目标 而我则真的对生物专业有兴趣 比如我就一直很好奇 我家基因为什么如同开挂 如果不是家里阻挠 我可能会拿到 生物专业的第二学识学位 当晚我便向何一水提出 要当他助手 他很质疑地看我 你确定你行 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吗 男人能力被质疑必须反击 一场狂风咒语后 我用手轻揉着何一水的腰 为他缓解不适语带拉斯 当你助手行不行吗 何一水虽眼带春情 但语气却正重起来 为什么想要当我的助手 我道你太忙了 我想帮你却无处下手 我连你的书房都不敢整理 再说你为不好 不合口味的东西就不吃 身体那么差 在床上连一回合都挺不过去 他轻拍了我的屁股 瞪了我一眼惊虫上脑 我用头蹭蹭他的脸 我跟在你身边 总能照顾好你的饮食 我想让你的身体棒棒 我们要长长久久 何一水好似被触动了 盯着我的眼认真的到 好从此以后 我开始了何一水助手的生活 每天早上会早起 为何一水做早餐 因为不想家里有外人 我们只请了终点工阿姨 负责午餐和晚餐 吃完早餐后 开车一起去上班 再根据何一水的意愿 让阿姨准备午饭和晚饭 中午12点准时 与何一水共同吃饭 晚餐是6点 只不过太忙 就让阿姨送过来 不忙就一同回家吃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何一水的脸色日益红润起来 除了照顾何一水的生活 在其余时间 我则认真学习 希望早日承担科研助手的职责 这天 父亲让我带何一水回韩家 这也是韩家的传统 结婚一个月左右要回门 向家族汇报 现在能掌握的资源 听说阿星做了何教授的生活助手 泽泽 真的是贤内助 韩又阳看着与我携手而来的何一水 眼里闪过一丝恼怒 在我们家 能把自己有钱有势的新婚妻子带回家 就是成功 韩家这些精尊玉贵的媳妇们 大多十分不屑登韩家的门 丢不起人 前世 何一水可没有和韩又阳回来 哥 嫂子呢 我以为以哥哥的生龙命 嫂子会登韩家的门 我没惯着韩又阳 直接回击 你 韩又阳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前世的不如意已改变了韩又阳 原本开朗的性格 父亲看我们俩要吵起来了 忙让我们取他书房 我先把何一水安排好 才去了书房 韩又阳正在和父亲诉说 他这一个多月的成就 如何把五家妇女哄得五迷三道 一个即将开始的大房产项目 韩家可以参与 父亲异常兴奋 前世我就知道这个项目 当时遇到了问题 需要何家在政界的关系进行疏通 因为韩又阳取了何一水 需要我家搭桥 允许韩家参与这个项目 这一事 当然是因为我取了何一水 韩又阳表完功后 又把矛头对准了我 我的弟弟 听说何一水都没带你去何家老宅 就是说何家还没承认你的身份 哼 你能为家里带来什么 我取了何一水 我毫不示弱地顶回去 哈哈 韩又阳爆发出充满嘲讽的笑声 父亲也面露不满 让我继续努力 这时 兄长又凑到我旁边坐下 一副兄弟情深的模样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弟弟 你嫂子对我柔情蜜意十分好 昨天晚上 他沉默 让我掌管他名下最大的娱乐产业 我点点头 这个我姓 武少宇上辈子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他并未食言 我也确实掌管了这部分产业 只是 我看了韩又阳一眼 并不打算告诉他 到底该如何掌管所谓的娱乐产业 这是他要选的 不是吗 韩又阳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 可父亲已让我们出去吃饭 他也只能信心闭嘴 吃饭时 看到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何一水 韩又阳便生活住手长 闲内住短地讥讽我 父亲也有意无意地用话点 何一水没带我去何家的事 我只当他们在放屁 何一水却在桌下紧紧捏住了我的手 我已成婚 本来就没想再利用寒家的资源 获得什么 也就无所牵挂 吃过午饭便到此回家 我不在意的是 却让何一水很当真 回到家后 他便拉着我的手道 又欣 让你当我助手 是不是会让你被人笑话 我看着他认真的眼 不禁轻扶他的脸 柔声道 我不怕别人笑 只怕你笑我笨 都当不了你的科研助手 科研很苦的 我怕你 你又在怀疑我的能力 要我再证明下吗 说着手便下疑 何一水按住我不老实的手 严肃地道 我说真的 我怜起笑脸 我也是说真的 只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我都能克服 又低头与他耳闭思摩道 只希望老婆大人能多教我 我可以在床上多卖力 何一水把脸贴在我怀中 有些不甚清楚地问道 你介意我不带你回我家老宅吗 我把他从怀中扒出 捧着他的脸道 我拥有了你 才拥有你家 你认可我就好 其他不重要 何一水笑叶如花 也伸出双手 捧住了我的脸 阿兴 嫁给你很幸福 说完 他点起脚尖 吻上了我的唇 这怎么能忍得了 在激情中 何一水抱住我的头 气息不稳地道 阿兴下周末 咱们 咱们回何家 何一水告诉我 他妈妈在他十岁时 因病去世 十五岁时 爸爸娶了继母 现在他有个九岁的弟弟 和六岁的妹妹 因为此事 他和爸爸之间有了隔阂 我立刻脑补出 豪门恩怨的狗血大剧 忙问他 你妈妈的死 和你继母有关吗 你想哪去了 柳姨是我妈的闺蜜 我妈临死前 把我托付给了他 柳姨对我不错 他笑着弯了我一眼 接着道 反倒是爸爸 顾及我的感受 拖了几年才娶了他 我家人都很好的 只是总感觉 我和爸爸他们 不是一家人了 所以不愿意回老宅 他有些低落地道 我立刻把他抱住 温声道 你不想回就不回 我真不介意的 我有你就好 何一水紧紧还住了我的腰 周六 何一水带我回了何家老宅 他还贴心地 以我的名义 为家人准备了可心的礼物 我留给何家人的 第一印象很好 和老太爷直夸我 把何一水照顾得好 都胖了 何家奶奶欣慰地拍了拍 我说不错 柳姨自拉着何一水 到屋里去说悄悄话 可能所有的岳父 都会看女婿不顺眼 和爸爸一脸严肃地 带着我去了书房 多少有点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 真正的父亲 是如何对待儿女的 你们寒假的勾当 我很清楚 姻缘机会 小水嫁给了你 但我不希望 你把那些肮脏的手段 用在他身上 否则我会让你 和你的家族 永无翻身之日 刚做定 和爸爸就给了我 当头一棍 接下来和爸爸 又是敲打 又是拉拢 又是抚慰 总之是说着最硬的话 但在字里行间 却求着最软的情 是因为我娶了 他最爱的女儿 就像有最大的把柄 被人攥在了手里 可以任由那人 予取予求 看着完全不同于 我父亲的和爸爸 我眼中泛出泪花 原来真正的父亲 是这样子的 我毫无保留地 把我对和一水的想法 以及以后的生活规划 都告诉了和爸 最后道 爸爸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我要和一水 长长久久 和爸爸看着我 很欣慰地 拍了拍我的肩 晚上 岳父把和家重要的 进职成员 全部召了回来 他亲自带着我 向所有在座的家族成员 进行介绍 和爸爸 在用这种方式 告诉大家 我是和家的新成员 而我之所以 被高规格接待 只因为 我是和一水选择的男人 我的目光 不禁转向主桌 主桌上的和一水 笑得灿热春花 接下来几个月 我成为和家老宅的常客 一水有空时 我就和他一起去 他太忙 我就自己去 陪爷爷下象棋 爷爷爱下棋 却是个臭棋篓子 我只能想尽办法 让爷爷以为 他是靠他自己的实力赢了 花儿 并下了番功夫 查找奶奶索养的花的细性 每次都和奶奶 去花式探讨的有来有回 对严肃的岳父 则一五一十的 汇报和一水的所有动向 哪怕是每次之隔几天 但和爸 却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弟弟一土 妹妹一木 现在和我很熟 每次我去和家 最高兴的就是他俩 一土最崇拜姐姐 从我这得到 长姐的一手消息后 她就完全按姐姐的标准 要求自己 更加刻苦努力学习 和家上下 因长孙的自律和进步 给我继了一宫 义木则是个小严控 她人生最大的目标 就是找个和又新哥 一样漂亮的男朋友 现在太小 就只能先接又新哥用用 如果我是周末去和家 则必须陪义木 和她的朋友们逛街 平时则一定得去接她放学 以便义木小公主 向朋友和同学们 炫耀她世上最帅的姐夫 柳一把这些看在眼中 经常像一水 打听我的喜好口味 现在我去和家 都会吃到我爱吃的菜 现在我成了和家的香波波 每次去老宅 总是陷入 两老两小的争夺战中 我的作为 赢得和家极高的认可 有时和一水 因为太忙不眠不休 那个固执镜 怎么劝都不听 我就会去老宅告状 和爸爸或亲自上门 或叫他回家教训 和爸爸更是当着 我和一水的面宣布 阿兴做得很好 以后小水欺负你 你来找我 我给你撑药 和一水瞪着我 有靠山了 眼中却闪着 不容错人的星光 回到家后 一水就双腿缠上我腰 双手攀上我的景象 激烈吻我 在纷乱的喘息中 我似乎听到他说 阿兴 我爱你 我和一水的生活 见到家处 却也有一些 让人不胜其烦的事情发生 韩又阳好像变态了 我成了他幸福感的风向标 只要我活得比他差 他就幸福 他会经常来我家 告诉我他又得到了什么 大到公司 小到奢侈配饰 并且每次来我家 都会比一下我的家和生活 他还常通过朋友圈 和各种社交平台 发他所住的五家大别墅 和我家的房子对比图 他正享受着的各种奢侈生活 和我当助手的对比图 搞得父亲多次电话关心我 好多朋友则问我 是不是被何家猎带了 连一水都问我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捏了捏他的鼻头 小傻瓜 你忘了我向你表白时说的话了 我不喜欢看似鲜花作景 猎火朋友的生活 我所追求的尊重 信任和平静的生活 你全给我了 你不知道我对现在的生活 有多满足 又轻轻吻了下他的唇 生活就像穿鞋 舒不舒心 只有自己知道 韩又阳的行为干扰到一水了 正当我要想办法解决此事时 一件让韩又阳 在无脸向我炫耀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 父亲让我回韩家 说有钥匙相伤 我本想给一水打个招呼 就自己回去 没想到他听说父亲让我回韩家 放下工作坚持要和我一同回去 好像我回家就会遇到怪兽 而他能保护我 没想到吴少宇也来了 我知道他们意欲合为了 果然 简单寒暄过后 韩又阳用命令的口气 让我介绍何家房产公司董事长 何家的生意 你们自己去联系我二堂伯 我还没说话 一水先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又拉起我的手 阿星咱们回家 父亲看到一水竟然护着我 立刻站起来讨好的挡住一水 又假一喝吃韩又阳 让他好好说话 精明如武少语 看到何一水对我的回护 意识到我在一水心中的地位不轻 立刻就放下了傲气 拿出在商言商的态度 很诚恳地把想要合作的项目的来龙去脉 说得一清二楚 他最后道 这个项目有几家都在操盘 这也是英亲的意义不是吗 何一水看向我 阿星 你学的是商 你来判断是否值得合作 你的决定 我想爸爸会支持的 这句话分量极大 直接凸显我在何家的地位 父亲和韩又阳夫妻都直直看向我 父亲和武少语是不可置信 以我的出身 竟然在何家有如此地位 韩又阳的目光则由不可置信 转为深深的怨读 前世 他和何一水不长的婚姻 基本都是在争吵中度过的 他可从来没有得到过何一水的回护 我看着想为我挡住一切伤害的一水 心中一满柔情 事情谈完后 我们不顾父亲的挽留直接回家 正当我们快出门时 一只手伸过直冲一水而去 我下意识地侧身挡住 并抓住了这只手 嘶 韩又阳发出痛呼声 由于动作激烈 韩又阳的袖子上拉 我抓住的部位有道深紫色的遇伤 我看到韩又阳像毒蛇似的盯着一水 忙把他拉到远离一水的地方 韩又阳 你想干什么 韩又阳好像才回过神来 怨毒的目光转向了我 我就想问问何一水这个贱人 为什么从没有这样对过我 我哪里不好 为什么 我看着陷入执念的兄长 前世你又是怎么对他的 人心换人心 你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 又严厉警告他道 你最好不要打扰一水 否则我会让你更不好过 说完 我用力捏了捏他的御伤 我知道这是个好项目 事后 我去何家介绍了项目前景 和爸爸同意我的判断 几天后 我就把五少宇介绍给了 何家掌管房地产的二堂博 吴少宇除了 在商业上算是个精英 很快和吴两家达成战略合作 合作协议签署完毕后 我代表何家去送吴少宇 他突然挡在我前面 用那种让人恶心的目光 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猝不及防拍了下我的臀部 他把拍我屁股的手 举起来嗅了嗅道 你用什么功夫 收服的何一水 我也想试试 我知道他的手有多脏 拿出手帕 仔细擦拭被他拍过的地方 扔掉手帕后 我眼含不善地道 吴少宇 吴又阳 否则我立刻就会撕毁合作协议 到时你就知道 我的功夫有多深了 从这天起 吴又阳再也没有骚扰过我 时间飞逝 转眼又到新春 除夕一早 我们便被和爸催着回了老宅 正当家人们 其乐融融地准备过年时 一通电话 紧急召何一水回单位 我本玉和他一起走 他却让我留下安慰 以明显有些无措的何家人 我把他拉到一旁问道 一水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一水稍犹豫了吓道 就是之前我担心的事 我的判断应验了 原来 去年年底 金楚氏就出现了不明肺炎 今年年初 网络上就有当地的医护人员警告说 2003年撒四重现 但后来又是辟谣 又在无相关传闻 我只当没事了 一水却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还申请去实地查看 单位被批准 之后他就有些忧心忡忡 还未雨绸缪地购买了大批防护物资 他又安慰我道 不要太担心 你留在家里用我们之前演练过的防护措施 保护好家人 辛苦你了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强压下不安的心 白衣水之前的判断告诉了何爸 并让他立刻通知何时客房做好准备 但不能散播消息 以免造成混乱 病毒完全冲散了新年喜庆 而事实却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在除夕之夜 一千多万人口的金楚氏封城 子弟兵医疗系统率先动员奔赴金楚氏 越来越多的消息扑面而来 传染性强 烈度高 尤其容易攻击年老和体弱的人 金楚氏一天更比一天多的感染和死亡人数 全国总动员致员金楚 全国上下都谈灌毒失色 人们全都静默地待在家中 所有城市全都如同空城 这些消息或形状让我彻眼难眠 我想到益水正在与病毒抗争 想到他对工作的执着 想到他那实在太弱的身体 到了初二 我已是坐立难安 便把和爸请到了书房 爸爸 我要去找益水 孩子 你知道病毒有多厉害 益水又是在最凶险的地方 但那是他的工作没有办法 你去了要出社怎么办 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 爸 我去是为了让我和益水都能好好的 您知道益水在生活上有多无能 身体又差 如果没有人照顾他 我怕他 我有些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和爸也落了泪 好孩子 我也心疼小水 可那毕竟是生死场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拼命 爸 我爱益水 能娶她是我三生之幸 因为她 我拥有了真正的家人 您也知道我家是个什么情况 在世人眼中 我就是个可笑卑贱的存在 而益水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身 逼过我 我在他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尊重 信任和爱 您和何家人带我如此之兄弟 让我知道什么才是堂堂正正的人 爸 益水如果有什么不测 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 您让我去吧 我蹲在和爸腿边 仰头目视着他 娓娓地道 阿星 孩子 爸爸谢谢你 和爸一把拉起我 紧紧把我抱在怀中 我再次向和家人强调防护的措施和重要性 在一土一木的泪眼中告别他们 奔赴我和益水的战场 和家利用关系 把我送到了益水所在的科研基地 被防护服务包的只剩两只眼镜的和益水看到我 紧跑两步到我身前 眼中全是担心和责怪 你怎么来了 在这里不小心就会感染病毒 你赶紧离开 说着便要推我走 我还出他的腰 透过头罩看向他的眼 这几天没好好吃饭吧 看看好不容易长的肉又全没了 他还想说话 我抬手遮住他的眼 益水 我得好好照顾你 你的脾气性格我最清楚 我不在你身边 你肯定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只顾工作了吧 益水 我们说好要长长久久的 谁都不能实行 益水 别赶我走 赶我陪你一起战斗 我留下来了 益水反反复复向我讲解如何防护和消毒 并一再警告我 让我必须按程序走 和他相识这么长时间 才知道稍有些冷情的他可以如此唠叨 我来后就接管了他的三餐 到底无论他在做什么 我都会让他停下来吃饭 有一次去找他吃饭 还碰上益水的顶头上司陈院士 便向他告状说 何益水不好好吃饭 以及向院士科普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垮了事业合以为继的理论 陈院士深以为然 要求所有科研人员按时吃饭 换来益水向我抛来的白眼 从此 谁都知道何益水有个管家婆式的老公 我在基地也算出名了 除了保障益水的吃喝 我还带着他每天走路至少半小时 同时 我还在努力学习当他的助手 目前 我基本能负责其他的资料整理工作 所有实验数据都有我来整理 分类存档 这样益水每天就能多睡一会儿 外面的疫情还在肆虐 科研基地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看着每天增长的数字 科研工作者们深知 每个冷冰冰的数字后面 都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和幸福的家庭 工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虽说有我的照顾 但益水依然不长肉 让人心疼不已 在全国人民的同行协力下 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 也是在这年10月 陈院士负责的国内首个关读疫苗 加入疫苗实施计划 陈院士团队的主要科研人员得以几分回家 手机连上网络后 电话和微信各有99家条 未接电话和消息 这些来电和消息 除了部分为通知去向的朋友外 全是韩又阳的 他的消息核心意思只有一个 五少语的事为什么不告诉他 语气也由刚开始的相对平稳 到最后的歇斯底里 我算了算时间 韩又阳应该已经无法忍耐了 吴少语应该已完全向韩又阳 敞入了他的喜好 而韩又阳也应该见识 并被迫参与了吴少语的喜好中 那种只要是正常人 都无法承受的喜好 近一个月的封闭式隔离结束后 我们直接去了何家 本来 易水想先去韩家 结果打电话给我父亲时 他竟然都不知道 我失踪了将近9个月 易水怯然地看了我一眼 放弃了韩家之行 当我和易水到老宅时 和家老太爷以下 主要净之重要成员 都到门口迎接我们 进了家门 爷爷奶奶拽着一水直呼瘦了 和爸柳姨则簇拥着我 向我们了解疫苗研制情况 这时 一吐一幕两小只 踩穿过人群到了我们身边 一吐嚷着姐姐太瘦了 直呼着要把家里的好吃的 全给姐姐 一幕则扑在我里哭得呜呜呜呜 说姐夫再不来 他都想我想的 快记不清我的模样了 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我没想到的是 何家敬开的祠堂 在祖谱上单开一页记录 雨河一水 续寒又新 冒死为国研制疫苗 以恶关毒 就生名于水火 续和时之荣耀 前一页则记录着 为资助国家解放 冒着生命危险 偷运急需物资的 和时先辈之世纪 而我也是和时自立祠堂以来 祖谱中唯一被允许记录的女婿 开祠堂后 大家开始为庆祝晚宴做准备 按和爸的说法 就是要为我们补上年夜饭 茫茫叨叨 笑语生生 烟气腾腾 是家的味道 人间烟火气 最府烦人心 在何家老宅住几天回到家后 韩右洋瞪着一双 满不红血丝的眼前来找我 见面后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吴少宇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你亲哥 你问过我吗 你给过我机会告诉你吗 再者说我为什么告诉你 我们是兄有弟公的关系吗 钱是我怎么死的 你心里没数 我毫不示弱 不屑得道 他看我毫不相让 便又开始哭哭啼啼地卖起惨来 我知道吴少宇是施虐狂 在信誓上 皮鞭 蜡烛和绳子等施虐物必备 喜欢逼人做出各种羞耻的姿势和动作来满足他 他还喜欢虐待小动物 尤其是猫 他有专门的虐猫馆 他不光自己实施虐待 他还喜欢逼别人去虐 他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 我还知道吴少宇玩得很野 在所谓由韩右洋掌管的娱乐会馆中 各种布伦可尽情施展 这里也是吴少宇笼络权势人家的主要场所 以布伦之情为证据从而拿捏有权势的人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吴少宇也逼过我 只是对于不属于正常人的行为 我抵死不从 为此 吴少宇曾用各种枯刑凌虐过我 如果不是要为他们五家升个优秀的继承人 我是会死在吴少宇的手上的 只是我没想到 吴少宇比我知道的更不堪 他竟然还贩卖儿童 除了凌虐取乐外 竟然还在提取可以让人回春的肾上腺红素 他敢肆无忌惮 是因为金钱可以遮蔽丑恶 我看着哭得软成一滩烂泥般的韩又阳 问道 他让你做的事 你都做了吗 他抬起头 惊恶地道 我怎么敢不做 不做他就打我 枉死了打 还会断了你奢侈的生活 不让你参加各种局 是吗 我与呆嘲讽地补充道 是啊 所以 所以 你就突破了人的底线 我打断他的话 那我能怎么办 你不也从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 韩又阳好似抓到我的把柄般 站起身来指着我 哥 这就是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 我宁死不做不是人的事 我认为 只要自己不突破自己的底线 别人就会尊重我的底线 韩又阳看到我的义正词言 像被抽了骨头似的 又瘫在一旁哭泣 忽然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用满含希望的眼光看着我道 你既然不怕疼 我们换个位置好不好 我们是双胞胎 很像的 不会被人发现的 弟弟 你救救我 我们换一换 我正赶到无语时 不想溢水移走进客厅 只见他二话不说 操起一旁的棒球棍 兜头照脸就打向韩又阳 打得他抱头鼠窜而去 回来后 他又紧紧抱住我的腰 阿兴 谁都不能把你换走 谁都不行 我回抱住他的肩 自己养出的娇人儿 怎么舍呢 这年底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 国家对抗疫有功人员 进行了隆重的表彰 陈院士荣获国家最高勋章 此日 有几个国家部为主办 对其他获得殊荣的抗疫人员 进行表彰 一水荣获卓越贡献奖 和霸柳仪 一土一木和我 作为一水最亲近的人 受邀参加仪式 巧了不是 此地正是前世五少羽 或年度商业精英的颁奖地 一水上台领奖后 发表了这样的获奖感言 获得这份荣誉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 他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力量 尤其是我爱人韩又欣 他感冒危险 毅然来到科研基地 无怨无悔地做出了科研以外的所有工作 我身体很差 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会早早倒下 我的荣誉有他的一大半 疫情让很多人经历了生死 我也一样 经过这场考验 我认识到我的生命之重 就是我的丈夫韩又欣 余生我是将与他不离不弃 我爱你韩又欣 台下 掌声雷动 一水当着全国观众向我表白 我突然泪如雨下 人啊 只要愿意付出 结果会由生活来给 我紧紧抱住一水 在他耳边不住地道 一水 我爱你 宴会开始前 一水被陈院士叫去认识同行 我正百无聊赖之际 韩又阳像个鬼一样出现在我旁边 他不顾一切地拉着我走向天台 昨日重现 到了天台 他直接抱住我 欲再次坠下楼去 我一下正开他的手臂 双手死死扣住他的双肩 韩又阳一动不能动 他徒劳地挣扎着 两辈子都输给你 我不甘心 凭什么 我才是生龙命 又癫狂地嘶吼着 我要再选一次 再选一次 我再次扣住他 仿佛又看到前世的韩又阳 苍白如鬼 憔悴无力 前世临死前 我一直奇怪 韩又阳为什么会让自己过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我懂了 他永远只想走捷径 殊不知捷径才是世间最远的路 他永远只会逃避 殊不知逃避才是世间最难的直面 他面对命运赐予的生活 完全无力搏击 只会随波逐流 但他却图有与能力天差地别的野心 最终只会把生活过成他最讨厌的样子 悲伤加悲 韩又阳还在呢喃着 我要再选一次 我绝不会再选错 我用力拍拍已陷入风波的韩又阳 再怎么选 你最终都会走向今天的结果 生龙命是驳出来的 而你就是个生活的路子 是让我永远都看不起的懦夫 说完我便扔下如意滩泥 韩又阳离开了天台 这处黑暗的地方 我再也不想待了 我要去寻找我的光明 我跨入宴会厅 一眼就看到正在四处找我的溢水 璀璨的灯光 依然不能遮掩他身上的光灰 当他看到我后快步向我走来 灯光的餐饮在他身后形成翅膀的幻影 今生 我愿做他直飞冲天的双翼 与武士的房地产项目完成前期合作后 我立即叫停了后续的工程合作 一年后 韩又阳实名举报武少女虐猫 参与儿童贩卖等罪责 武士口碑败光 股票大跌 武士由国家首屈一指的企业集团 收缩成一家不入流的公司 直至消亡 韩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重难计划 虽然再也得不到我的助力 而我却是韩家男子不可超越的天花板 全文完